古代皇帝是怎么进行生理启蒙的? 理论实战一条龙,一般人无法接受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每次提到中国古代的皇帝,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,或者就是后宫家立三千人。 的确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可能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当皇帝吧。 然而,很多时候身居高位看似很美好,但是同时也是一种沈重的负担,就比如说人人向往的后宫家立,其实在很多皇帝的眼里,就并不是什么爱情的产物,相反只不过是传宗接代的责任而已。 大家都知道,在中国的古代奉行的是一套力敌力长的制度,也就是说对于皇帝来说,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早生多生,尽可能的造出更多的接班候选人,才能够保证江山的永远传承和稳固。 而所谓的国际民生,其实都可以放到第二位,毕竟如果真的后继无人的话,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浮云而已。 所以,很多的皇帝从小接受的教育,就是能早结婚就早结婚,能够早生孩子就早生孩子。 因此很多时候,他们往往在只不过是孩子的时候,就已经要开始接受一些生理教育了。 而根据史料的记载,担任这些生理教育的启蒙老师,往往就是一些女官,她们通常会是皇帝的奶妈,或者是宫女,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是太监。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,这可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事情,要在皇宫当中专门开辟一间小房间来作为教室,里面会挂着各种各样的春宫图,来供这些皇子们更好的学习。 其实,要说古代的条件也是比较简陋,所以没有像得意双心的苍老师这样栩栩如生的视频介绍,只能够靠一些图片来解燃眉至极。 而中国的很多古代图画,其实都重在意境,对于细节的刻画就显得有些不足了,所以真正能够用来进行教育的图画也并没有很多。 比较出名的就要鼠名带求鹰的,石龙,还有就是唐伯虎的,花阵六旗了。 刚刚也已经提到,在古代的时候实行这种启蒙教育往往都比较早,所以一般在十三至十六岁之间就开始了。 而很多的皇帝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再早,试想这些半大小子,其实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呢。 就已经开始谋划怎么当父亲了,确实也有些勉为其难。 就比如说,康熙皇帝在结婚的时候就只有十四岁,甚至北魏有一个皇帝叫做拓跋逊的,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有儿子了。 说来惭愧,对比一下我们十四岁的时候还在干嘛呢? 想必还在上初中,什么都还不懂呢? 在清朝的时候,史料记载就有规定,在皇帝大婚之前需要招满一共八名宫女进入宫中,让皇帝进行禁誉。 其实说白了,就是给皇帝一次实战演练的机会。 而这八名宫女,还有一个专门的职位体系。 分别是司长,司仪或者司寝等等,其实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给皇帝当陪练,省得皇帝在大婚的时候懵懵懂懂,惊慌失措,损害了皇帝的威严。 在清朝的时候还规定,在皇帝大婚之前,必须要找八名宫女入宫,让皇帝进行禁誉。 其实说白了就是刑房的意思,值得一提的是,这八名宫女还有专门的职位名称,分别为司长,司仪,司寝。 司,这八名宫女主要的工作,就是对皇帝进行生理启蒙培训,以免大婚之后,有损皇家威严。 皇家威严对于古代皇室来说,竟然如此重要,任何世上都要保证这种所谓的威严,着实让人唏嘘。 当然了,以上这种情况,都只局限在皇帝继位时年纪尚小的时候,比如六岁继位的顺治和八岁继位的康熙等。 至于其他大部分情况,早在皇帝还是东宫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。 对于古代皇家来说,什么胜利启蒙都只不过是他们淫乱的理由而已,实际上很多人并不会只将他局限在教育这一层面,等到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,便会肆意妄为。 基本上,每隔三五天就会换一个,一个比一个漂亮,且风格各异,在他们大多数人心中只有激情,而没有感情。 而那些被宠信过的妃子,一部分战战兢兢的应对,生怕惨遭杀生之祸,一部分则是另有所图,希望能够借此飞黄腾达,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 可问题是,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,你说他能清楚什么是责任吗?再说他地位高,有权有势,凭什么就会喜欢你呢? 在这些皇子的眼中,这种所谓的生理启蒙教育,不过只是一场游戏,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罢了。 不过,话说回来,历史上也有一些厉害的女人,她们硬是靠着自己的手段和魅力,将皇帝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,有个别更厉害。 她们即便没有为皇帝生下过一儿伴女,但依旧牢牢占据皇帝的心。 由于生理启蒙老师的身份比较卑贱,她是属于为皇家服务的工具,根本不配为皇家生下孩子,一旦发现怀孕的话,也会被立刻处理掉。 虽然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代表,一生会拥有许多的女人,但是在皇帝身边的女人是没有生理启蒙老师位置的,绝大部分作为生理启蒙老师存在的女子都是被弃如毕履的。 当然是有绝对,比如朱健身的生理启蒙老师万真。 朱健身在两岁的时候,万真就陪伴在他身边,此时万真已经十九岁了,所以万真的存在对于朱健身身来讲更像是母亲。 因此在恋母情节的影响下,朱健身长城之后也册封万真而为贵妃,也因为朱健身的宠爱,让万贵妃成长为无法无天的后宫势力。 万贵妃年岁较大,他生育的皇子阴胎不足早妖,万贵妃为保全手中权势则不断地迫害朱健身其他的子嗣,对此朱健身则任由万贵妃胡来。 因为对于他来讲,子嗣根本比不上万贵妃重要。 作为朱健身的生理启蒙老师,万贵妃成为了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代表。 但是,如他一样幸运的女子却是少之又少。 在皇帝身边,绝大部分的生理启蒙老师,他们最终都被抛弃了,就像是他们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一样,甚至于在史书记载中都不配留下姓名。 这些生理启蒙老师本就因出身于贫贱家庭而被人轻贱,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完全掌握在了权贵的手中。 对于权贵来讲,生理启蒙老师能够为皇帝服务已是莫大荣幸。 可是这种荣幸又有几人真的愿意呢? 除了专门的教习宫女以外,皇帝的生理启蒙老师还有可能是自己的乳娘。 因为皇帝们还是太子或者皇子的时候,最常接触到的女性多为乳娘。 另外由于皇子在十二岁到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生理教育,而此时的乳娘则大多只有二十几岁。 对于那些有恋母情节的皇帝而言,乳娘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生理启蒙老师。 相比于教习宫女而言,皇帝乳娘最后的结局要相对好一些,毕竟他们曾经补育过皇帝。 如果皇帝没有封乳娘为妃嫔的打算,那么乳娘就需要在宫中待一辈子。 虽然同样是奴婢但她们的待遇要优渥不少,且最重要的是,如果遇上小心眼的皇帝,教习宫女们有可能因为见过皇帝懵懂稚嫩时的丑态而被软禁, 但乳娘则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同等的待遇。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皇帝宠幸过的女人身上就打下了她的标签,其他人绝对不能够染指,否则的话就是对皇帝大不敬。 无论是被皇帝宠幸过的宫女,还是和她们有染的男人,都是要掉脑袋的。 所以这些宫女们在教授完皇帝之后,就不能像普通的宫女一样在出宫嫁人,而是要一辈子都待在皇宫之中,等待着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来临的皇帝的第二次宠幸。 光是不能出宫也就算了,这些宫女们受到的待遇还极其之差,她们虽然服侍过皇帝,却没有得到皇帝给予的正式名分,这也就代表着她们无法享受妃嫔的待遇。 平日里,还是得像普通的宫女们一样劳作,等于是拿着一份宫女的工资,却要干两份活,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。 更糟糕的是,这些宫女们还可能得到其他妃嫔和宫女的嫉妒和排斥,毕竟大家都是同样的人, 这些宫女往往还不是最漂亮的,为什么她们能够得到宠幸,而其他的人却只能够妄洋心叹呢?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,很多悲剧就发生了。 对于一个人来说,最重要的莫过于自由和人权,可是在那个封建社会中, 这些鲜艳年轻的女子却被当成教导人士的工具,在服侍完皇帝之后就被弃至一旁, 侥幸的也不过是继续履行自己卸誉工具的身份,实在是可悲可叹。 当社会主动权掌握在某一性别手中之时, 这也就意味着该社会制度会带来很多畸形的审美, 这也是封建社会造成两性制度不公平的来源之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